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所以2月我用插入函數 2月1號,這邊我用的是一個E-Day函數 所以這E-Day函數加上 跟1月1號比相差一個月 那我就按確定之後,向右填滿 向右填滿寬度不足的話 記得用什麼? 格式裡面的自動調整很寬 這應該沒問題 再來就是說,我先產生A2加1 那A2加1不對的話,再插入什麼? 插入一個E-V E-V什麼呢? 我跟上面的月份比 所以Mass 錢瓜乎跟A2比 如果不等於 那不等於記得是小於再大於 剛剛同學有4 大於再小於不行 好,OK 要不然其實你也可以怎樣? 換一個邏輯,我用等於可不可以 可以啊,上下顛倒一下 True Force顛倒一下可不可以 所以有的時候,這東西不是死的啦 所以你會發現沒有標準答案 很多種答案 我只是給你們一個參考答案 OK,這很重要 我都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我說,我怎麼寫 可能也許每一次寫也許都不一樣 但是為了上課方便啦 我還是每次都要寫一樣 因為如果每次都寫不一樣 你們也看不懂 請問老師,你剛剛這樣講 為什麼你現在要變另外一種? 本來就是需要變啦 工作裡面哪有一定的 不可能說我今天這個範例 跟你工作範例完全一模一樣 不可能 但是你就要稍微自己微調一下 那如果我說兩個不相同 那就是空的 反之就是A2加1 所以這是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的話呢 就是把它過濾掉 因為你等一下向下 向右會發生錯誤 所以你就怎樣 再把公式剪下來 再貼到那個FAL 這個動作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將來你的公式會越來越複雜 可能一步、兩步、三步 不只三步 現在三步 可能還有四步、五步、六步、七步 有的時候公式為什麼那麼長 一定都不是一次做完的 但是有些書裡面不會跟你講 有些書裡面直接給你所有的結果 你一看傻眼 或者你拿別人的 一看 哇!這個人好厲害 為什麼他公式可以那麼多複雜 他怎麼打的 這麼長一串 對不對? 其實 絕對都不是一次 一定都是 剪下貼、剪下貼、剪下貼、完成 OK 所以 再怎麼複雜的東西 都是從簡單開始 所以你要了解 你到底要做什麼 你邏輯把它列出來之後 再一步、一步、一步完成 再複雜的東西 我想也都做得出來 真的沒有那麼複雜 像解決問題也是一樣的 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就怕說你不知道 到底你怎麼把它分解 問題要先分開來看 有個人 什麼都把它湊在一起 這個也要這樣 所以吵架的人 你會發現 失去理智的人 什麼都可以亂罵 我就會先跟他講 你先提一下 我們一個一個來分析 為什麼你會這麼的生氣 然後 解決第一個 解決第二個 解決第四個 後來發現 他好像就不生氣了 OK 所以我好像也可以去當 心理負擔老師 這就是一種EQ 我覺得有時候 做事情 反而 你的那個情緒管理 可能還比你的那個 做事的能力還更重要 這個不知道各位 因為像有時候 教的學生 類型都不一樣 我好像不斷在調整 不然的話 真的會有一些落差 OK 那最後這個地方 最關鍵 剪下來 記得喔 不要剪到等號 也不要剪到 漏掉一個 像我剛剛少剪一個I 剪到 剩下等號再插入函數 用IfAir 貼上 然後雙引號 按確定 這樣向下填滿 再向右填滿應該就OK了 這樣OK了 好 一下就不見了 不過順便講一下 因為這邊好像有同學用2003的 如果用2003就沒這麼簡單 2003 又更麻煩 2003要用 不能用一個IfAir 他必須要用 再加IsAir 再加IsAir 再可以 再可以 這個就麻煩 這個大概我補充一下 因為有些同學還是用2003 如果你是用2003的話 那你可能要一樣剪下 可是呢 你變成說 你要剪下之後 插入函數 要用If 裡面的話 就是IsAir Is E R E R O IsAir 有個函數 前刮壺 把東西貼上 後刮壺 OK 如果有發生錯誤的話 那第一個就是 空的 IsAir 意思就是說 如果發生錯誤的意思 反之呢 才是把東西再貼一次 按確定這樣才可以 所以最後做出來 因為我這邊好像沒有放那個 2003的 不過我在雲端上好像有放 雲端白板上面有 應該看得懂這個 多一個If 加IsAir OK 那當然如果你的環境是2003 又沒有得選擇的話 那就只能用這個方法 因為有些函數是 有新舊版的問題發生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怎麼樣 我如果禮拜六禮拜天 要換個顏色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這裡你可能需要了解一個 函數叫weekday 那這個weekday 指的就是說呢 我會把儲存格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再用weekday這個函數 判斷一下 判斷什麼呢 你這個儲存格裡面放的日期 是禮拜幾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他回來了給你的職 是一的話是禮拜幾 一的話你直覺應該是禮拜幾 你是禮拜一對不對 跟各位講喔 因為這個環境是美國人設計的 所以你思考的邏輯 要用美國人的思考邏輯 他們認為一個禮拜第一天是禮拜天 OK 所以特別重要 你不能 因為我們直覺一 一就禮拜一嘛 對不對 我們的習慣是 一個禮拜第一天 但是特別重要 這個環境是 美國人設計的 所以是美國人觀念喔 所以有時候用它 你不能用我們的想法 你要用他們的想法 OK 所以禮拜六應該是 回來會給你數字多少 七 所以一跟七 OK 這樣觀念通之後 你應該做這個就沒有問題 第一個觀念釐清 weekday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快速的 把這麼大的範圍 所有資料 通通 幫我把禮拜六 禮拜天挑出來 然後呢 去做格式化 第一個請你優標先放在 1月1號上面 把這個整年度快速選起來 那怎麼快速選 我是親以來 剛剛不是用Ctrl Shift 你按Ctrl Shift 然後再什麼 向右 再向下 這個意思就是 其實我還蠻建議 你可以把這個 快速選給學起來 為什麼 你要整個圈圈 以前是向右 然後向下 又過頭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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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拉得很不愉快 以後你會有Ctrl Shift 向右向下 你就可以非常的愜意 為什麼? 再大的範圍 其實都可以在瞬間選好 OK,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只是想要一欄的話 就Ctrl向下 如果你要全部的欄就Ctrl向右 如果全部就Ctrl向右再向下 這很好記,而且很重要 OK 這個範圍就選好了 而且還蠻好用的 工作裡面用的非常多 第二個呢 記得,優標先從A2開始 就是1月1號 第二個請你找到 常用面板上面有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有新增規則 新增規則裡面呢 特別注意 請你在這邊找到什麼 不過如果是2003的版本 有點不太一樣 你再找找看 不確定版本差異 那你只要找到 使用公式來決定 哪些儲存格要格式 那我們用的公式 就是用剛剛講的V-Day 也就是說 這邊呢 它也允許我們用 那個裡面的函數 叫V-Day函數 來幫我做一些事 那這個格式裡面 要怎麼下這個 特別就是要選那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這個 使用公式來決定 要儲存哪一個儲存格 那公式的部分呢 請你打上去 這邊會用到一個函數 叫V-Day 那V-Day特別注意喔 你就先輸入一個等號 等於 V-Day 不要打錯 V-Day 前刮弧 那裡面要放什麼呢 請你告訴他 你這個範圍裡面 哪一個當成是出發 就是左上角那個 它會自動一個一個慢慢幫你比 所以你先選範圍 那V-Day裡面呢 請你輸入A-2 為什麼要A-2呢 因為意思就是告訴他說 我從A-2開始 一個一個幫我檢查 那範圍就是你剛剛選那個範圍 那它會一個A-2 然後B-2 C-2 一個幫你檢查 所以後刮弧 等於 假設禮拜天的話是1 這個就好 再看看 講義裡面應該也有 等於V-Day 然後刮弧A-2等於1 這個是一個條件 如果這個條件為處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是 看一下 公示在下面這邊 就是在我們簡報裡面的那個 第30頁也有 然後呢 底下有個格式 所以格式按鈕按下去 給他什麼呢 比如禮拜天我要什麼 我要字型 上面這個字型 這個字型部分 我要什麼顏色呢 紅色好了 紅色的字 然後填滿的話 把它改成黃色底 紅色的字 黃色的底 按確定 好 這樣子就出來了 這時候 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這個公示先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 因為你還有禮拜六 等下禮拜六還在重檔 不用 你乾脆把這個公示複製一下 等下貼比較快 按確定 你有沒有發現 全部都幫你考完了 應該可以了解邏輯吧 如果它就是從A2 因為你選這個範圍 它是從A2開始 一個一個幫你檢查 檢查如果 那個條件 是禮拜天 它就幫你設定一個格式 這招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說你要把 你那個某個範圍裡面 什麼條件符合 它也可以用大於 可以用小於 可以用 反正各式各樣的邏輯都可以 找到你要的東西 也可以用公示 然後禮拜六一樣 設定格式化 新增條件 再來 一樣公示 把剛剛公示貼上 不過它不能按右鍵 所以你只能用什麼 Ctrl V OK 這邊好像沒辦法按右鍵 所以你Ctrl V 然後把那個 那個1改成7 格式的話 如果我字的話 改成深綠色 然後填滿改成淺綠色 OK 類似像這樣 按確定 深綠跟淺綠 反正顏色這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選 按確定 那這樣應該看得出來 把它選舉去點掉 你會發現 禮拜六跟禮拜天 和其他的格式 就會長得不一樣 OK 不過因為 我們這個投影 這個禮拜六 好像比較沒有明顯 但在畫面裡面 是很改變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那這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很好用 其實也是常用 阿羅技應該知道 所以 這個東西很快的 你就可以把整個範圍 全部的內容 做不同顏色的標示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主要就是 這一題主要 第一個 把年曆做出來 第二個 就是 把那個什麼呢 把顏色做不一樣的標示 那當然 後面還有什麼 因為之前 本來講完這一題之後 同學 大概就差不多到這裡 後來就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 是未來我們可能會用到 就是說 年曆 年曆需要什麼 日期下面有個空白 不然我怎麼去加行事曆 所以 空白怎麼加 你怎麼可能 你怎麼可能就是 一列一列慢慢在插路 這邊要插路一列 有沒有 這邊再插路一列 如果你們沒有別的好方法的話 你就要一個慢慢插 不知道怎麼做 反正方法很多 當然最笨的方法一定就是慢慢來 聰明的方法很多 我之前是寫程式 寫一個程式 按個按名 全部都跑完了 不過寫程式 對各位來說還是有點遙遠 後來 想一些方法吧 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另外一個方法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先在A欄的地方 插路一欄 然後做什麼呢 這邊的話 我給他一個欄位名稱叫Lamber Lamber的話 比如說我在這邊排什麼 1到31 坦錯鍵按住有沒有 向下拖拉 1到31 那底下這個說明先刪掉 這個沒有用 刪除 然後底下呢 又1到31 按坦錯鍵 坦錯鍵它會累加 那你會發現 這邊有1到31 下面有1到31 然後做什麼呢 做重新排序 排完序之後有沒有 1跟1放一起嘛 懂那意思吧 不過你排序之前 你可能要先做一件事 什麼事 因為你裡面都是公式對不對 對 所以你要怎樣 先Ctrl-C個向右向下 先Ctrl-C C就複製 然後呢 再用選擇性貼上 貼上什麼呢 只有值 應該知道吧 貼回去 因為你現在裡面都公式嘛 一個串一個 一串一個 但如果你 位置換掉 那它就會抓不到原來 因為我們是 去抓它上面 抓它上面 所以你就是怎樣 把裡面的值先貼回去 它裡面就不會是公式 而是現在看到的東西 選擇性貼上只有值 按確定 好啊 這裡面就不會是公式 這個很重要 你看了解那個 選擇性貼上了 OK 就不是公式了 再來做什麼呢 排序 這個地方有個 資料裡面有個排序 排序裡面 按照哪一個呢 按照這個LUMBER 這個LUMBER 名稱 有沒有 然後按照值 由小到大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中間不就有個空白了 對不對 然後再把什麼呢 把第一欄給刪掉 就OK了 不過可能你那個儲存格式的部分 格式 這樣OK啦 格式也在 只是禮拜六 下面這邊好像要多一個 不過這個不影響 我想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主要 就是 你懂了一個 好生氣 不會啦 這個是隨便自己想的 好 因為你不寫程式 超多 所以有的方式 其實是 同學會問 然後第一個想要寫程式 可是寫程式 不是每個人都會寫程式 第二個不能寫程式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不寫程式 又可以達到你要的目的 所以我們就是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它做 1到31 在1到31 讓它重新排序 它就會把1一都放在一起 所以未來如果說 你要兩個空白列 那你就 1到31 再 1到31 再兩次 就變成重新排 不就1 1 1 然後後面兩個是空白列 OK 大概這樣吧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拿它來做很多事情 做 比如說一個保護 他可能每一個人 可能要做什麼事情不一樣 那你就一個 這個人是針對他的 那甚至未來 還可以再寫一些自動化 比如說 假如裡面有東西 假設那一天 那你會自動 它會自動跳出來 提示你 所以這一天你要做什麼事 幫你得加起來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管理了 而且都會全部自動化 時間到自動放出來 多好 甚至自動沒有給他 告訴他要做什麼事 其實後面我在我的部落格裡面 都有教 比如說怎麼樣 讓那個Israel 自動發Mail 自動做什麼事情 這些都做得到 如果這些都做得到的話 你不是省很多時間嗎 而且 人家還以為 哇你好用心啊 你怎麼每個都可以整理得這麼好 其實你可以跟他講 因為我會用工具 對不對 自動啊 所以其實很多系統都幫助你 把你的這個能量放到最大 所以像我網路 其實像我做的事情就是 盡量省很多力氣 做很多事 像我把上課錄下來的好處是 因為你下一次就不會來問我了 因為我也不希望說 從樣的東西一直講 其實我不太喜歡說 從樣的東西 我講過 你又問一樣的東西 也許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那你可以問的問題 你問的問題 可以問一些什麼 我可能課程裡面沒講到 這樣反而更好 為什麼因為你問的問題 是真的是好問題 而不是說 我都講過了 你還問對不對 那OK 大概類似像這樣的 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等一下可以的話 那也許就把這個給加上去